人生除了賺錢 婚姻的經營也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環節都重要 不然會影響心情 對 但是薛哥哥 薛子妃 五年前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有聊到你第三次要結婚了 然後後來還是 對 那個吐氣用盡了 陽氣顯 然後緣分到了Say Goodbye 這第三次就是 他結完之後新娘子 忽然他醒過來 哎呦 怕死人 我要嫁給一個小孩 所以就又結束了 他提出離婚就對了 因為剛好 我那時候接了 接了摩托車的廣告 也就是 然後剛好又出事了 所以他那時候就跟我冷戰 然後 我們都沒結完以後 就沒想到薛老師 然後美老師當時有說 你要再結 你要再離婚 然後紅包要配合你 但你也是女人緣 女人緣不斷 其實他的八字裡面 你知道他的官路宮裡面 指紋裡面是劃雙路的 是很會賺錢 所以他年輕他有賺到錢 但是他一輩子都敗在自己的感情 還有交友宮 所以你回到原來 回到自己的初衷 做好自己 你還是會賺很多錢 可是他沒可能 他身邊還是會有女生喜歡他 不要再結婚就好了 不想再報了 好 我不要結婚 吃兇虧上雨蕩 一輩子躺在女人上 他怎麼會說呢 宿命 你現在可以不結婚嗎 只交女朋友 只交朋友 可以啊 那問你事你要說 那問你事 我很想給你結婚 那是結吧 你看吧 他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這樣子 負責任 因為這三 這三個都是這種情形 真的嗎 對啊 來 我們請教湯正瑋老師 從手面向來看 哪些人比較容易有多段的婚姻 是 容易有多段的婚姻呢 代表是這個人呢 他對於每一段感情呢 都真的很容易陷入 然後他自己本身呢 當然心可能也沒有這麼的定 所以我們從手面向當中呢 或許可以察覺一下 自己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心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分合紋 分分合合的紋路呢 從你的掌心來看 好 攤開你的掌心呢 看看你的愛情怎麼樣 就是感情線 就婚姻線 婚姻線呢 就是在小指頭的下方 如果你的婚姻線這一塊呢 通常是一直線嘛 可能有線很多條 那如果你是一條裡面 有這種斷斷續續的紋路呢 代表說呢 這個感情啊 常常就是分分合合的 非常可以體驗到人生的無常 那你的感情更是 那這種分分合合呢 代表就是說呢 你的每一段感情當中呢 都是每一段過程 都一定會有個阻礙 什麼意思呢 可能經歷到另外一半 有可能是他劈腿 或是生病等等的 你就覺得你的人生當中 好像每一段感情 都是來修煉的 所以在修煉的過程當中呢 你就是沒有辦法 這個感情從一而終 一定會有個中斷的問題 所以這個婚姻線呢 有這種斷裂或中斷 或者你的婚姻線 有很多條的 代表呢你這一生當中 感情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因為你可能跟每一段的 不同的人物 都有不同的發展 可能有時候你可能會喜歡辣妹 有時候會喜歡很文青的 你的口味一直變來變去 是用感情線很多條的 會有這種問題 那感情線多條的話呢 代表多次婚姻 如果以首相來看的話 要特別的小心 好 這是分合文 那第二個呢什麼 多情文 好 你是不是活在 多情城市的多情文 好 來看一下呢 就是多情文要看感情線 感情線呢就是三條主線 比較上面的這一個 叫感情線 感情線呢 如果比較呈現鎖鏈紋的 鎖鏈紋的呢 就是比較多圈圈的 然後把它摳在一起的感覺 這叫鎖鏈紋 命運的鎖鏈 對 不錯 這種鎖鏈紋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 你的感情太豐富了 每一段感情呢 你都很容易陷入進去 而且呢每一段都感覺呢 不管你結了婚 你婚後如果遇到一個對象 你覺得這個 在你的婚姻當中 好像沒有得到 這樣的一個滿足感 但可能另外一個出現 朋友出現了之後呢 你就會為了滿足 為了滿足這一個感覺 你就會再跳進去 所以呢你就會想說 到底這一個 不管是有對象還是沒對象 你也不去管它 你只在乎那個感覺而已 所以他是這種感覺的人 所以這種感覺的人呢 有時候他就很難 在婚姻當中 去起到一個所謂的 從一而終的負責 因為他只在乎 他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像這樣的感情豐富呢 通常呢 先有得到再說 所以他不計較後果 要特別的小心喔 所以感情呢 呈現所戀文的人呢 一生當中都是為情所困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喔 好 那第三個呢 鋼牆的面相 為什麼鋼牆的面相 會有多段婚姻呢 要看什麼 顴骨的部分 因為太相信自己 如果你的顴骨呢 比較高慫一點 其實呢 顴骨 通常大一點不會是壞事 但是顴骨一定要包肉 有肉包起來呢 就像兩個蘋果肌的話 這樣的人呢 他會比較懂得去 隨時調整自己 或許有時候比較強勢 但比較容易懂得調整 但如果你的顴骨高 但是沒有肉包起來的話 通常只會相信自己 一樣都有顴骨的人 都會比較強勢一點 只是有肉的人 他會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會去調整自己 但是沒有肉的人 他是很髒的 薛哥就有一點類似這樣子 但是呢 就是太相信自己 就是美玲老師跟妳說得怎麼樣 妳也不會聽的 然後有時候 遇到問題的時候呢 妳就會各說各話 尤其感情部分 那就會讓妳的婚姻呢 常常就會有這種變動感 不確定性 所以呢 從顴骨呢 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 他的執著點 到底深不深 那顴骨最怕什麼 我剛剛講有包漏都不用怕 但是呢 最怕就是他橫章之外呢 這裡可能有受過傷 或者是有一個字 在顴骨當中 代表一生呢 特別容易官非不斷 所以呢 我們可以從顴骨呢 看一個人的運氣喔 好 那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不同心喔 不同心的臉相當怎樣 要看仁宗喔 其實仁宗比較平坦 或者是紋路不明顯的 其實呢 這種仁宗比較平坦的人呢 其實他對於很多的生活當中 就是差不多先生啊 差不多小姐 所以仁宗呢 這樣的不明顯的人呢 特別容易在夫妻感情當中呢 久了之後會有 同床異夢的問題喔 然後他也懶得溝通 所以這種仁宗平坦 不明顯的人呢 其實最怕什麼 生活當中沒有一個共同的話題 他們彼此之間毫無交集 所以像這樣的另外一半的話呢 建議你喔 平常就是 當他沒有什麼 想要跟你講話的時候 那沒關係 你就把它當作是 你自己呢 開運了 你自己可以 掌握你的人生了 你要自己轉念 你不要一直等著另外一半 一定要給你什麼樣的 生活意見啊 你問他吃什麼啊 他也未必會告訴你 所以其實呢 基本上你遇到這樣的人 來講的話呢 你就要記得 懂得去活出自己的人生 例如說你去讀一個EMBA啊 或者是去學習一個 學問啊 斜槓人生啊 找到你的 自己生活的熱情 其實呢 他也不太會管你 反而你相對獲得自由 但是如果你執著 他一定要對你如何如何 那你就會很失望 所以呢 以上呢 這種在婚姻當中呢 比較容易會有這種 變動的面向喔 還有首相 提供給大家參考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指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書官方粉絲團